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解释想信息一分钟的主题是 圣选战场 你我每一天都要做选择 我们要奔跑什么道路呢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应当奔向耶稣 但好多的时候我们旁边有各种美食的引诱 有金钱的引诱 有生活享受的引诱 有爱情的招手 有掌声的拥戴在我们的四周 以至于我们慢慢的不能奔跑这个道路 而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引诱我们呢 很多时候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这些恶友引导我们走的道路 让我们越来越效法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里头的骄傲 让我们要抓住这些东西 更核心是我们里头常常不听上帝的话语 拒绝神给我们生命的吩咐 以至于我们奔跑在错误的道路 打不当打的仗 以至于灰头土脸 何等的可悲 而今日神呼召我们 回到跑道 今日神给我们分辨的智慧 让我们呼出神 让我们明白神的质疑 用神的眼光来看 我们心思应念 每一个行动 更让我们有勇气停止一切的错误 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让我们勇敢的跟随神 最重要的人生应当走的路 应当打的仗 就是我们与神同行 愿神的手牵着我们的手 来走过人生的每一刻 这是当打的仗 这是当跑的路 这是丰富的人生 我们来祷告 求主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圣选战场 圣选道路 给我们分辨的智慧 给我们停止的魄力 给我们呼求与神同行的恩典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